2018年,陈情令横扫华语影视圈,肖战也因此收获了无数影迷的热捧。 尽管肖战声名确起,但他的人气一直很高,堪称微博热搜榜上的长盛将军。 肖战1991年出生于重庆,一开始,家人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肖战,但是觉得战的笔画太多了,就把他改成了战,自小就是个多才多艺的孩子。 父母也非常重视对他的培养,肖战在绘画和小提琴方面都很有天分。 在入行前,肖战与朋友成立了摄影设计工作室,主要为客户设计logo,陈情令在大众眼里的走红也是因为他。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,肖战能一直有这么高的人气,也和他的个性分不开。 对于肖战的影迷来说,肖战是个随和的大男孩,还有陈情的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。 有一次,肖战接受采访时,记得最后一句话非常刁钻,他要肖战谈谈关于整容的看法。 那肖战怎么回答呢?没人想到,一向谦虚有理的肖战,也有幽默风趣的一念。 听到这个问题后,肖战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给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。 他说,如果大家都整容,最多换几家医院,不要都整容成一个样子,这样就没有认同感了。 说完,肖战还是装出无辜的样子,肖战霸道的还不止这些。 今年初,肖战遭遇事业打击,广告代言被撤,影视剧作品推迟上映。 有人说,肖战这是要凉了,古代有一句名言,天降大任于司也,必先苦心劳力。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,肖战并不气美,他不断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。 同时,他的粉丝也以真心跟随,2020年4月,肖战的新歌《光点问世》,其制作团队来自世界各地,他们是这个行业的大师。 2020年11月,影迷望穿秋水的《狼殿夏》终于开播了,为了回馈影迷的热情,全集上线了。 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还是第一次,人们发现,肖战的表演有了很大的进步,他的新造型已经超越了魏无线。 肖战除了依然英俊,还多了一份成熟的气息,也以为影迷就满足了,他们还在等肖战的另一部作品的播出,或许余生请多指教中的顾位会更加惊艳。